八八風災兩週年 高雄小林村 還有臺東的嘉蘭村 相繼提出了風災國賠 而現在屏東縣的好茶村 也加入了申請國賠的行列 求償戶數高達了一百四十戶 他們求償金額超過了五億五千萬元 因為村民認為 他們現在的困境 不是天災所造成的 而是政府六年來 迟迟沒有按照村民建議來簽村 才讓他們在莫拉克風災中 失去了家園 屏東裡那裡永久屋落成八個月 在好茶村民居住的區域裡 這條巷子有人正為自家的柱子 裝上石板 另一條巷子已經完成了 大面的石雕藝術作品 大家都想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 找回屬於盧凱族部落的模樣 好茶村在莫拉克風災時 被吸水沖回一百二十七戶 現在雖然有房子住了 但村民的心情很複雜 因為這已經是他們第二度全村遷復 而且當時被吸水沖走的好茶村 其實是民國六十六年 政府要他們從舊好茶部落 都遷過去的 村民認為第一次遷村是政府的錯誤政策 最近十年好茶村常因為颱風受災 村民在六年前要求政府整治河川或規劃千村 但政府遲遲沒有完成 現在全村集體控告屏東縣政府 圓民會 水利署和農委會等四個單位失職 要求國賠 好茶村的總求償金額超過五億五千萬元 但即使申請國賠成功 現在的永久屋也和其他部落一起居住 只能算是安置遠不及當初和政府協調的千村規格 如何回復以前的好茶村 村民覺得未來還很茫然 記者王健村蔡明校評論報導